《勞家福音》 第一章 五十七至八十節 伊麗莎白的產期到了 生下一個兒子 他的鄰居和親戚聽說主者摩連問他 就都和他一起歡喜快樂 應是出生的第八天 親友都來參加他的國禮儀式 他們想沿用他父親的名字 叫他薩加利亞 但伊麗莎白卻說 不 他的名字叫約翰 眾人驚呼 什麼 你家族中從來沒有人叫這個名字 於是他們向影孩的父親打手勢 問他想給孩子起什麼名字 他要了一塊寫字版 寫上 他的名字叫約翰 眾人看了都很驚訝 這是薩加利亞又能說話了 就開始讚美上帝 所有住在附近的人都感到懼怕 消息傳遍了猶太山區 聽到這事的人都思喘這些事情 並問這孩子將來會怎麼樣呢 因為主的手顯然以特別的方式臨到他的身上 那時 孩子的父親薩加利亞被聖靈充滿 欲言說 讚美主 以色列的上帝 因他降臨 並拯救他自己的子民 他從他伯仁大衛的王族中 為我們派來一位滿有能力的救主 正如他在遠古的時後 藉著眾聖仙之所應許的 如今 我們就要得到拯救 脫離籌敵和所有恨我們的人 他曾憐憫我們的祖先 勞記他神聖的盟約 就是向我們祖先阿伯拉罕起誓所納的約 我們從籌敵手中得到拯救 使我們能坦然無據地侍奉上帝 又以聖結和公義 終身侍奉他 而你 我的孩子阿 你要被稱為至高者的先知 因你要為主預備道路 你要告訴他的子民 怎樣值著罪得赦臉 而尋得救恩 因著上帝的憐憫慈哀 從天以來的神光就要照耀我們 照亮坐在黑暗和死亡陰影類的人 引領我們踏上平安的路途 約翰漸漸漸長大 心靈強健 他在公開向以色列人傳道以前 一直住在曠野 其實是真っ弱的意思